KSG首发5人大概率不变,俱乐部已经榜官宣搬到新基地,并且将5人放在同一房间里休息,看来他们已经紧过了PC事件的影响。 但是这样后面能不能拿到好成绩很难说,KPL下季赛仅胜总决赛就结束了。 除了狼队和Esta还要训练外,其他队伍早已提前放假,当然除了放假休息之外,还有队伍选择备战加挑战者杯资格赛,苏州KSG就是其中之一的队伍。 他们在巅峰对决中战胜AG从而获得挑战者杯名额,本来以为他们会不断挑战自我拿到更好的成绩。 结果在季后赛6强赛前,KSG小九被爆出丑闻,导致被WB凌风无援自强,不过他们还好拿到挑战者杯资格,但有很多小伙伴对KSG人员变动非常好奇。 他们认为小九和队友间已给凯生隔阂,并且最近冰凯还爆料则要被按下T子席,所以KSG的变动也吸引很多人的关注。 随着事情的发酵,KSG官方紧急发文和视频,说明KSG五人之间很好,没有大家口中的队友间发生矛盾,KSG对战WB即使落后三分,但是在赛场上的队友都积极沟通,并不是一句话都没有。 还有最近KSG俱乐部官方更换新基地,什么健身房和KTD应有信有,还重点说明了现首发五人睡在一个房子里面,看来KSG俱乐部已经很好的化解了队员间的关系。 有一说一如果KSG五人能回到当初的默契,好成绩那是必然的,不过事情都已经发生了,继续保持五人首发,能否拿到更好的成绩还真不好说。 大家对KSG的安排有什么看法,欢迎在评论里留言。